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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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今天中国境内的佛教和起初传入中国的那个外来的佛教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 甚至可以说是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最终我国境内的佛教在进行中国化改造后被称作是汉传佛教 中国佛教 俗称中国化佛教 而今天小编要分享的是一位改变中国佛教史的高僧 公元305年 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去世了 但他的离世却给中国佛教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这个人就是当时在关中地区享有盛名的高僧 伯远 他在这一年被秦州地区的刺史张辅杀死 张辅杀死他的手段也相当残忍 没有花费一刀一剑就令这位高僧在痛苦中死去 当时张辅命令自己手下的士兵将高僧伯远捆绑起来用鞭子抽打 在抽打到第50下的时候 已经53岁的伯远没有扛住年富力强的士兵的毒打 在伤痛中昏死了过去 而后再也没能醒过来 伯远的出现和离世 对于中国佛教来说都是划时代的 因为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而且是黄河以北、关中以内的中国人 如果你了解中国佛教历史 就会知道 因为这位高僧伯远是中国第一个本土高僧 西晋时期是中国内地佛教僧侣展露头角的时刻 虽然要等到东晋时期的道安大师横空出世 中国内地佛教才真正意义上拥有了能够与安氏高 支楼家衬、康僧会、纠摩罗时这样的大得比肩的高僧 但是 伯远的出现毫无疑问吹响了第一声号角 与他同时代产生了第一批中国本土的传法僧侣 只是他们的成就都不太高 所以没有全部留下姓名 高僧传里就记载了伯远大师的生平 伯远自法祖 本姓万世 何内人 傅威达 以儒雅之名 周府辟命皆不负 伯远这个人自法祖 他俗家姓万 他是何内人 他的父亲以才学而闻名于世 伯远这个人呢 年少就相当有才华 他能够一日背诵八千言的文献 通晓如是道三家的学问以及汉语和泛语 祖少发道心 岂父出家 死里切智 父不能夺 但是他少年时期就发愿要出家为僧 最终得到了父亲的同意 成为了佛教僧侣 伯远出家之后 长安以及关中一带的僧侣 以及读书人都非常仰慕他 以至于他每到一处都有数千人跟随左右 当地的达官贵族为他修建了华丽的经社 正是他的名气如此巨大 才使得他日后惨死于他人之手 这不得不说是造化弄人 达早传入中国本土的佛教经典是般若类经书 这类经书是谈论空的 与道家的玄学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 未尽时期动荡不已 随着经学的衰落 玄学逐渐成为了当时的学术主流 汉传佛教早期甚至不得不借助玄学来达到传教的目的 比如支楼家称所义的道行般若经 主法护译出的光赞般若经等等 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玄学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比如无为、清静、自在等等 在较早的佛经文本中 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经文 博远要传播佛教 自然不可避免地要与当时的读书人接触 同时也要与当时的官员往来 当时的秦州刺使张辅相当仰慕博远的才华 于是便严请他到自己的府邸赞助 以探讨学术上的问题 辅以祖明德显著众望所归 御令反复为己了左 祖顾治不宜 由是劫悍 张辅这个人也是不太地道 他看见博远大师才华如此出众 于是便想请他做自己的幕僚 博远大师当然不能答应 于是张辅便开始怀恨在心 有一天 博远和张辅通宵谈论玄学和佛学 到了早上的时候 还没谈论出个结果来 可能张辅这个人是个官员 他一定要让博远大师承认错误 博远大师本着学术严谨的态度 没有屈服于他 于是秦州刺使张辅大怒 便命令士兵鞭打博远大师 最后竟然将他活活打死 高僧传中描述道 张辅在见到了大师奄奄一息的惨状之后 相当后悔 尤其是听闻了大师宽恕他的临终遗言 更是痛哭流涕 这种话我们听听就好 很大概率是猫哭耗子的把戏 当然 张辅马上就承受了出比丘血的恶果 他在不久之后 就被枪族人联合天水人杀死了 小寒之又奉之惹神 荣静皆痛行路流涕 笼上枪胡帅惊其五千 将欲营祖西归 中路闻其遇害 悲恨不及 众贤奋机 欲父祖之仇 这些枪族人便聚集了五千骑兵 向着张辅所在的秦州地区出发 最终张辅被他的部下天水人覆整杀死 而枪族人也是过于野蛮 他们虽然敬奉博远大师 但却对大师的遗体做出了不恭敬的行为 称善而还 共分祖师各起塔庙 也就是说 这些枪人最后是将博远的尸体平分了的 然后建造了庙塔供奉他的遗骸 博远大师的横死不仅折射出他个人的悲惨遭遇 更折射出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中国佛教的悲喜与无常 高僧传中这样描述他 小寒之又奉之弱神 世俗焚素多所该惯 以蒋席为叶白黑宗顶机械千人 可见博远是当时相当著名的大师 虽然不能够说是天下文明 但绝对是在关中僧俗间有强大号召力的 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大师 说被杀死就被杀死 而且是以近乎侮辱的手段被杀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此著名的高僧的境遇都是如此 那默默无闻的佛教僧侣的性命 是不是就如同草芥一波呢 这是中国佛教的悲痛所在 也是后世佛弟子要铭记祖师的缘由 这些人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 但是 这一时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地传播 佛教的般若学理论开始趋于完善 除了江南地区的康僧会 之前之外 佛教原本的大本营北方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的高僧 他们分散在当时的敦煌 洛阳 天水 长安 嵩山 陈流 淮阳 象周等地 极大的促进了佛教事业在中土的传播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主法户 安法钦 强梁楼志等人 而放光般若经 光赞般若经 正法华经 修行道地经等重要的典籍 也在此时被翻译了出来并开始传播 这是中国佛教幸运的地方 西晋时期的佛教僧侣依旧是以《易经》为主要工作的 博远大师一共翻译出了十六部经书 其中五部至今仍然在流传 这五部经书分别是《菩萨式经》一卷 《菩萨修行经》一卷 《佛波尼环经》二卷 《大爱道波尼环经》一卷 《贤者五福德经》一卷 他们对中国佛教经典的完善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中国佛教在整个短暂的西晋时期 就是以这样一种悲心交集的状态存在的 期间有无数的高僧大德为此流泪 流血乃之时牺牲 博远大师的弟弟法座 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就明满天下 但他同样是因为不肯屈服于梁州刺史张光的控制 而被张光残害致死 由于博法座去世的时候过于年少 所以他并没有留下什么有名的作品 高僧传只是说他注视了《放光波惹经》 以及编写了《险宗论》一卷 但这些文本早就失传了 而博远的门人弟子虽然众多 但很多人几乎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遭到迫害 死得死 伤得伤 逃得逃 真真正正留下有影响力的作品的人几乎不存在 吃水莫忘挖井人 小编再次感念诸位高僧大德之丰功伟计 纳摩阿弥陀佛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